欢迎收看全球新观点 观察最近在市场上面的反应有发现到吗 美国股市最近这几天又开始震荡电高 这两天已经连续两天都收在相对的波段高峰附近 好那这样的一个反应让市场就有点好奇了 因为最近这几天美国联准会才释出了一些说法跟共识上 其实并不乐见美国股市继续往上涨 因为这无助于他们继续降通膨 尤其最近美国联准会有公布上个月的会议纪要 他们的内容明摆着就是今年要继续升息 因为通膨水准对他们来说还是非常非常的高 所以在会议内容当中就明确的有载明到 今年的终端利率不排除会升到5%以上 这比市场上面的预期还要来的高一些 而且没有任何的官员认为今年会降息 但是有没有发现最近的市场美国股市也好 或是美元或是债市完全跟联准会呈现畅反调 美国股市昨天在连连的上上往上的跌高 而美元资金的部分也发现到好像也上不去了 开始有点下滑 让市场上面不少人都认为 是不是真的美元真的已经见顶了呢 好在今天晚上最新又看到观察到美元还在跳水当中 那晚间会跳水最主要也是因为今天晚上要观察 美国再一份12月份的CPI数据 好现在市场上面非常非常乐观的在等待 CPI应该会是再往下走降 好会连续几个月再往下掉 连同年增率的部分也会再做降温 那好处就是什么 当CPI持续下降的时候 联准会的这些说法会不会只是嘴硬而已呢 都已经下降了 还需要继续升息 甚至是升到5%以上吗 所以市场上面乐观在等待期待 也在压保着 接下来联准会的力道可能没有那么的硬 因此美元指数在晚间呈现跳水 还有就是美债殖利率 美国公债最近的部分也发现到 殖利率的部分也没有再往上升了 尤其美国债市十年期公债 也就维持在3%上下附近 因为市场上面就再赌 对联准会你嘴巴说说而已 虽说联准会官员的共识认为 今年不太可能会转向作为降息 可是大家都认为 今年就是会呈现经济衰退 你不转向也不行 所以从美国公债殖利率 再再的显示出来 大家现在就在赌联准会 你到年底之前有可能会被迫转向 转为降息 可是外资大摩在前几天有做出示警 市场上似乎低估了这一连串的一些风险 包含上是经济的部分 大家都有共识经济确实是会衰退 但是幅度的部分 大家好像都没有看得很悲观 都认为只要衰退一点 联准会就会转向 他预警这个情况是非常非常的严重的 一旦做低估的话 有可能真的未来市场上面大幅反映 企业衰退的问题的话 那么美国股市 这后续的反噬跟冲击就会非常大 预期接下来到年底 有可能会因为经济衰退的冲击 让美国股市恐怕会跌超过20% 达到22%的幅度 还有一家就是贝莱德 贝莱德则分析说 不要妄想FED会降息来救经济 因为这次的资金政策转向 最重要的主轴跟基调就是通膨问题 关键的问题如果都没有解决的话 你要联准会如何转向呢 所以联准会有可能这一次会铁了心 跟过去几次的一个周期性完全不一样 有可能会先看着经济就这么的降温衰退 也要让利率维持在5%附近 甚至是比5%再高一点 这样的一个高利率水准 维持好一段时间 直到确定通膨降温 所以快点忘记降息吧 不要再对赌联准会会提早做转向的动作 贝莱德就此示警 因此就看到了 华尔街最近一连串的一些控制成本 营运成本的动作就格外的备受关注 而其中裁员潮的部分 让大家更加的警戒 到底是看到什么 连同华尔街现在也跟科技厂一样 吹起裁员风暴 而且稍不停 其中像是高盛 高盛的部分 本周开始要在全球裁员超过3000人 这人数真的非常多 而且不排除还会再度的继续紧缩 而且不只是高盛 连同像是贝莱德投信 当刚也讲了 贝莱德也预期到 今年的经济会降温 他们也不认为联准会会出手相救 所以贝莱德投信 现在也出手在做调整 将进行自2019年来第一次的裁员 人数大约2.5% 高盛11号开始全球裁员 人数超过3000人 财到的员工中有三分之一 来自投资银行及全球市场部门 是高盛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 规模最大的裁员计划 另外美国贝莱德投信 也爆出2019年来第一次裁员 预计裁减500人 也就是大约2.5%的员工 景气寒冬下 企业无非想裁员节省支出 但加密货币交易所币安却要大举招募 币安员工数在2022年 已从3000人增加到近8000人 但执行长赵长鹏表示 2023年还要再增加15%到30%的员工 以完善组织 在下一轮牛市来到之前再次成长 而美股财报季即将开跑 分析师预期为了应对经济放缓 美国的银行去年第四季获利将呈现下滑 财报季开跑 13号由摩根大通 富国银行 美银和花旗等四家银行打投证 高盛以及摩根士丹利 则在17号公布第四季与年度财报 企业获利与未来展望 备受瞩目 财报季也成为观察美国经济 是否步入衰退的重要指标 记者王情花谢龙正综合报道